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赵天阳的《会死中国》 副标提示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赵天阳为您讲述这本书的精髓 中国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 唯一的延续至今的文明 它长生不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你肯定听说过一个词叫逐鹿中原 说的是在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 也就是黄河中下游一带 曾经反复出现群雄并且争夺天下的历史局面 史书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 就是皇帝与炎帝两大部落 大规模火并的版权之战 后来皇帝与炎帝两部落又联合起来 与持有部落进行大规模火并 有了捉鹿之战 通过这两次战役 三大部落完成了族群融合 形成了最早期中国文明的主体 逐鹿中原也成了之后 中国政权更迭的基本模式 这本书里把这种模式称为漩涡模式 所谓漩涡 是指早期中国形成了一个 具有巨大诱惑力的政治博弈游戏 各方势力为了争夺生存的最大利益 都选择主动加入这个游戏 更重要的是 各方势力一旦卷入这个游戏 就被吸进来 跑不出去 最终变成这个文明漩涡的一部分 随着卷入的族群越来越多 漩涡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像心力也越来越强 这个不断强化的博弈游戏 让中国文明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生长的状态 这就是它长生不死的终极秘密 这本书的作者赵天阳 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被公认为极具独创性 同时荣惠贯通了中西方哲学 甚至有人认为 在中国当代思想界 已经形成了一个二分格局 一边是赵天阳 另一边是其他人 赵天阳的思想遥遥领先 那么赵天阳为什么要写 《会辞中国》这本书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性 也就是要对中国的历史性 做一个哲学解释 他认为 在现代之前 中国拥有独立发展的历史 但进入现代以来 中国历史变成西方征服史的一个分支 一百多年来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视角 来看待自身 失去了用中国方式 来讲述自己历史的能力 如今 我们急需重新找回这种能力 从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中 寻找中国持续生长的动力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下面 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 中国的真实形成过程 是一种漩涡模式 它不是由中心向外扩张 而是由外围向内不断卷入 第二 中国是一个远远大于汉的概念 中国历史绝不等于汉族式 第三 为什么中国文明 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 这其实是我们日用而不知 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 中国的真实形成过程 是一种漩涡模式 它不是由中心向外扩张 而是由外围向内卷入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汤英比认为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从古道经从未中断的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被波斯人所灭 古埃及文明被希腊人所灭 古印度文明被亚利安人所灭 中国文明同样历经战乱 但不仅没有中断 而且还处于不断的生长变化之中 到现在仍然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 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奇迹 俗话说人生无常 历史命运更加无常 奇怪的是 在无常的命运面前 中国文明总有办法让自己活下来 保持一种几乎不死的存在状态 这是任何文明都梦寐以求的成就 那么 中国文明常生不死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有个答案说 中国因为有儒家传统的显著道德优势 而得以长生 但仔细想想 这种说法非常可疑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追求 儒家伦理其实与其他文化所提倡的道德 也是大同小异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师 立马逗 他就发现 儒家伦理其实和天主教伦理差不多 当时他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传播天主教的沃土 特别激动 如果不是儒家伦理的道德优势 该怎么理解中国文明常生的秘密呢 从根本上说 人们之所以选择遵循一种传统 从长远来看一定是这种传统 更符合人们的生存利益 否则这种传统就不可能持续 所以要探究历史的真实过程 就应该从历史行动者的切身利益出发 假定我们的先祖和我们一样 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行动者 那么 中国的演化过程 可以看作是他们考虑利益后 而选择参与的一个博弈游戏 这就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如果游戏是一种通关模式 先打小鬼 再打大鬼 最后打大boss 那么杀完boss当然就game over了 于是就会出现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也就是文明和历史在完成既定使命之后 就不再发展变化 而中国人不这么认为 你看西方文明认为 历史进程有一个终极目标 但是中国的历史进程只设定了游戏规则 却没有预设终局 是一个情节无限展开 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长期重复博弈游戏 早期中国的博弈中心是在中原一带 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 可以合理推断 一定是中原地区存在着某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生存资源 所以那些本来分散在四方的各种势力 为了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才会纷纷选择加入争夺中国之主的博弈游戏 也就是逐入中原 随着卷入博弈的族群规模越来越大 向心力越来越强 最终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动力结构 类似于一个不断扩大的漩涡 所以叫做漩涡模式 古代中国并不是扩张型的帝国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 比如汉代 唐代和清代 都是对抗入侵的自卫反击战取得的结果 古代中国之所以总体上 一直在向外扩展 根本原因就在于漩涡模式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自内向外扩张的结果 而是外围竞争势力 不断向内卷入漩涡所带来的红利 那么 接下来你肯定会问 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非争不可 无法替代的特殊资源 能吸引各方势力都来加入竞争呢 有人认为是经济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 当时中原的生产技术最为先进 地理资源最为优越 属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所以吸引各方来争 但是 这其实只是一种主观猜测 根据考古发现 长江流域的生产技术和物质条件 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差不多 但长江流域没有成为中心 而且直到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之地 可见经济因素并不是主要原因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条件 这种观点认为 中原地区正好处于从漠北到江南 从东海到西域之间广大地域的核心地带 四通八达是交通 物流 情报的汇集中心 谁占有中原 谁就占据了政治 军事上的战略制高点 可惜的是 这种说法同样进不起推敲 如果从亚欧大陆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来看 西域才是连接东西方各种文明的物流中心 和信息中心 根据考古发现 中原的很多重要技术和物资 比如铜和铁的冶炼术 玻璃小麦等等都是从西域传入的 然而西域也没有成为各方来政的宝地 可见交通条件也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穷尽了物质世界的所有条件 仍然不能找到合理答案 那么就必须换一种思路 从精神世界的资源去寻找 就古人的生存条件来说 物资资源是生存之本 但精神资源对生存来说同样重要 古人眼中的世界 是一个无法支配也不可预测的生存环境 为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把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发明了最早的魔法 也就是巫术和占卜术 通过巫术和占卜术 古人得以和强大的自然神灵进行沟通 谈判 关于神灵的知识 就成为早期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接下来 古人发明了比巫术和占卜术更强大的魔法 那就是文字 在文字发明以前 关于所有事物的知识只能口口相传 几乎无法积累 而文字可以把所有重大事物记录在岸 即使事物消失 信息仍然存在 这就创造出了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规定了现实世界中是与非 善与恶 美与丑的标准 能影响身在其中的所有人如何想 如何做 因此精神世界对现实世界拥有强大的支配权 同时 使用它的人越多 这个精神世界也就越发达 从而也就能吸引更多的人 这么一解释就很清楚了 古代中原无可替代 诱惑巨大的宝贵资源 毫无疑问就是汉字 以及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 和知识生产系统 中原最早发明了作为书写文字的汉字 这是早期中国最为成熟的文字 汉字是象形文字 能够独立于语音存在 所有族群都可以无障碍的理解和使用 这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 成为一个开放的 共享的 不断丰富的精神世界 由于精神世界占据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权 必法权和支配权 拥有汉字精神资源的中原 当然就成为各方势力志在必得 非正不可的宝地 这才是逐鹿中原的根本动机 也是形成漩涡模式的核心动力 这就是第一个重点 古代中国的真实形成过程 是一种漩涡模式 它不是由中心向外扩张 而是由外围向内卷入 说完古代中国的真实形成过程 再来说说中国历史的概念 中国历史绝不等于汉族史 中国是一个远远大于汉的概念 说到中国的概念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 那就是汉民族构成了中国历史演化的主体 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少数民族入侵 各据甚至建立中央王朝 只是一种意外状态 然而历史的真相正好相反 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多族群 多文化相互融合 相互同化的结果 并不是单向度的汉化 事实上 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汉族 最古老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 谁也说不清 对中原之外的周边族群 也只有一个笼统的称呼 一般把东部族群称为东移 西部族群称为西戎 北部族群称为北迪 南部族群称为南蛮 我们都自称为炎黄子孙 但其实炎帝才是农耕不足 打败了炎帝的皇帝 是属于北迪的游牧不足 实际上记载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 以士兵为淫位 意思是 没有固定的住所 带兵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安营扎寨 中国最早的中央王朝下 商 周三代对中原来说 也是外来户 商源于东移不足 商源于西戎河下的混合 再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诸侯 楚国 吴国 越国是长江流域的满意诸侯 吴国是汉人与东移的混合 秦国是汉人与西戎的混合 晋国和燕国则是汉人与北迪的混合 再往后看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唐盛世的隋朝和唐朝 他们的皇室都是鲜卑族 当然 就更不用说元朝和清朝了 总之 如果严格算起来 中国有几乎一半历史 都是由周边族群主导的 总不能把中国的一半历史都剔除出去 中国的真实生长过程 是先占据中原地区的不足 与后来不断加入博弈漩涡的周边族群 不断融合的过程 这些族群包括匈奴 仙卑 突厥 西枪 契丹 女真 蒙古等等 卷入博弈漩涡的族群 最后大多数都融合为了中国人 成为现代所命名的汉族 而他们的原住地也随之并入中国 让中国的疆域得以不断外扩 再来看 历史上那些周边族群建立的王朝 究竟是怎样认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的呢 是外部征服者还是内部继承者 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所有能够入入中原的族群 从来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 恰恰相反 他们无一例外都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的继承人 把自己接入到自皇帝以来的中国正统历史序列当中 以最典型的元朝和清朝为例 现代史学界有种观点 认为元朝和清朝不属于中国王朝 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王朝 这种说法非常可疑 是现代人用现代观念去想象古人 前面我们说过 要理解古人的真实意图 必须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去看 周边族群逐入中原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以汉字为在体的精神世界 这个精神世界中的天命观和大一统观念 是元朝和清朝当时最急需的政治资源 只要加入了这个精神世界的正统趋势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中国的最大权力和最大资源 显然任何成熟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拒绝 元朝和清朝为了保证万事基业 必然选择成为中国王朝 反过来说 如果元朝和清朝把自己定性为入侵的征服王朝 那么他们就无法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将面临无穷的挑战和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元朝和清朝的历代皇帝 都认定自己是中国皇帝 甚至兵败退归漠北的元顺帝 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元朝皇帝 事实上不仅是入主中原的周边不足 变同自己属于中国 后来的历史书写者也同样这么认为 比如南北朝时期 南北双方都说自己是正统 骂对方为野蛮人 但到了唐代李延寿写南北朝时 就一视同仁 承认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再比如 在长达三百年的辽宋对治时期 辽和宋就到底谁才是中国的正统争吵不休 为此辽甚至宣称 自己获得了秦始皇留下的传国玉玺 以证明自己是正统 但是到了元朝人写这段历史 就不理会这段争执 把辽和宋以及同时期并存的其他王朝 比如金河夏 一样看成中国王朝 而接下来 推翻了元朝的朱元璋 也并没有把元朝看作是一个外国王朝 反而追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 总之 只要卷入了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 被中国漩涡所吸附的不足 都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都共同分享中国的历史 由于中国漩涡的巨大向心力 不允许存在一个长期均衡的分裂状态 对所有逐鹿中原的竞争者来说 各据一方都吃不过时 实力不足时的权宜之计 一旦实力足够 必然坚定地追求统一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循环模式中 追求和始终是历史的大趋势 中国是一个远远大于汉的概念 中国历史绝不等于汉族史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些不足都理直气壮地说 自己是正口 谁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呢 这就要说到这期音频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 周公开创了一个政治制度 叫天下体系 天下体系的政治结构包括三层 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家 国 天下 家 是指家族 国 是指诸侯国 而天下 是指全世界 天下体系就是一个 以和谐万邦为目标的世界政治秩序 当然了 周朝人眼中的世界 并不是真正的全世界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想象一个 可以容纳天下所有人的政治格局 天下体系的核心理念在于天下无外原则 就是说 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 天下政治不拒绝任何人的参与 不会把任何人排除在外 只要有德 就有机会获得天命而主政天下 这等于是论证了逐鹿天下的合法性 这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人自认为是上帝选民 将其他族群排除在外 而天下无外原则显然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无论中国的政权格局如何变化 这个原则一直保留在中国的政治基因当中 让中国一直保持着开放性和兼容性 由秦始皇所开创的大一统国家 就是指以天下为尺度 内涵天下格局的国家 那么 这个内涵天下格局的中国 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意味着 对于中国古人 虽具神性的概念首先是自然之道 其次就是天 古人相信天是神圣的 如果有什么事物可以与天同构 与天相配 也就是配天 那么 这个事物也就分享了天的神圣性 比如 中国的传统建筑样式 就体现了典型的配天观念 其中飞檐斗拱的顶盖象征天 后世的基座象征地 人居于屋内也就是象征性的居于天地之间 中轴线对称布局 是表明惊天之意 天的根本特征是无外 无外就是无所不包 没有任何事物被排除在外 面含天下格局的中国 也是无外的 是能包容所有人和谐共存的 这样的中国 当然就足以配天 当然也就具有了天的神圣性 这本书的副标题 作为一个神圣概念的中国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解释了史学界 一直以来的一个重大困惑 为什么中国文明和世界上 其他重要文明都不一样 竟然没有产生出一个 原生的超越性宗教 近代以来 很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梁树民提出 中国文明是道德代替了宗教 蔡元培提出 是美誉代替了宗教等等 事实上 没有建立超越性的宗教 并不代表中国文化中 没有宗教感或者神性 中国文化里 确实不存在人与神的约定 因此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但是中国人相信 自然之道是最高存在法则 人道必须与天道相配 只要达到配天 就具有了神圣性 所以以配天为根本原则 内含天下格局 而具有无限开放性 和兼容性的中国 当然就成了 中国人的神圣信仰 好了 上面就是为您讲述的 第三个重点 中国人的信仰 就是中国本身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坚持听书坚持学习 生活越来越好 期待你的订阅和点赞